朋友们好,我现在的位置是高新区芳草街,景湖大陆的南侧,南方道路封闭,只能步行了。 右手边就是巴依水库,今天我要去的地方是巴依水库前支库湿地公园。 这有一个楼梯,我从这下去,沿着巴依水库岸边的小路,一直往南走。 在地图上看,这个公园的位置是巴依水库的东南角,接近城南大陆。 水鸟在水面上游动,早晨水鸟是捕食的时间。 沿着这个小路锻炼的人还挺多。 这小路也就有两米宽,看着这个座椅和垃圾箱,感觉呢,这是建设中的公园。 走了二十多分钟,看着这个公园的大门了。 进去看一看,这个公园真是挺小的。 进门就是一个小亭子,然后沿着小路呢,再继续往南走。 有一个小桥,这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啊,太安静了。 还有一些小石头和水,这就是这个公园的景观。 再往南就是城南大陆了,从这个楼梯上去,这个桥是公路桥,横跨巴依水库。 红圈里是围挡,城南大陆还没有正式通车。 之前看新闻说是计划七月份通车,但现在九月份了,还没有通车。 回头看一下这个楼梯还挺陡。 我在大桥上居高临下,俯瞰一下这个湿地公园和巴依水库。 这个小桥还有人走,我往前走,也到那小桥上去看一下。 这个位置应该是巴依水库两岸距离最短的地方。 这些彩色的步道应该是这个湿地公园的景观。 我从桥上的楼梯走下来到湿地公园里。 现在呢,我就是由原来的东岸到西岸了。 这个彩色的长廊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,因为也没有看到路标,我也猜不出来。 但前面这个地呢,也都是彩色的。 然后这上铺的这个路踩上去还软软乎乎的,适合徒步和跑步。 走出步道就上了这个桥。 好多景色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看。 这桥上还没有修完,还土道呢。 这是巴依水库的公式盘,水域面积1.4平方公里。 绕了一圈,又回到了大门这儿。 这个房子是公园的管理服务用房。 这儿有几个共享单车。 休闲座椅。 公园走一圈,用不上20分钟。 出来了,就是都是土道了。 这个公园吧,也就是刚开个头。 四周都有围挡,是不让走的。 我从这条小路就原路返回了。 在这儿看这个巴依水库周边呢,建设的也是,感觉就没有怎么建设。 长春南部有四个水库。 静岳潭,新历城,巴依水库,富强水库。 感觉巴依水库的建设确实是滞后了。 静岳潭是著名景区,大家都知道。 新历城是水源地,已经保护起来了。 富强水库现在是天茂湖物业在管理。 巴依水库周边房子建的是特别好。 然后湖水生态也好,看这水鸟游来游去。 巴依水库南边这个城南大陆很快就要通车了。 其他三面是高楼林立,房子建的特别多特别好。 但巴依水库的变化不是很明显。 这一圈走了一个多小时,回到了芳草街上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朋友们再见。 。